自从他生了三个孩子后 张伯芝的声望飙升 不仅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而且因为他作为一个好母亲的形象 他还承担了许多新的工作 完工的张伯芝很快又回到了他以前的状态 虽然他已经42岁了 但他仍然保持良好的状态 忙得不可开交 10月13日 张伯芝上午11点在平台举行2022年直播首秀 当天在线人数高达85万 总销量150多万 销售额粗略估计应该进一元 这对于张伯芝这位直播新人一上来 就取得这样的成绩 着实令人感叹 作为星星女郎的人气即便是过去这么多年还是很旺的 如果没有之前那些烂事 现在张伯芝的成就简直难以估量 近年来 张伯芝没少参加内地的综艺节目 表现那可是相当的积极 自从2016年以后 就没看到他的影视作品了 还挺让人怀念的呢 不知道后面还能不能看到他的影视作品呢 要说起张伯芝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谢霆锋 谢霆锋与张伯芝拍拖到结婚 装车 坐牢 某门事件 似乎很多离谱的事情都发生了 他们的婚姻一直不被大众看好 与谢霆锋结婚生子 不过自己不争气 被爆出与陈冠希的燕门照 当时可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随后 张伯芝和谢霆锋因为性格不合离婚 记得当初谢霆锋说不介意张伯芝的过去 可最后不还是离婚了 张伯芝和谢霆锋还有两个儿子 但是全部都由张伯芝抚养 对于张伯芝来说 一人去照顾两个孩子还是有些吃力 多年后他胆起离婚时 表情中藏着一丝不在意 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只是当妈妈 所以你还是喜欢结婚这件事 我喜欢跟小孩 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随着谢霆锋的两个儿子渐渐长大 张伯芝为了不断圆当妈妈的梦想 又再生第三胎 生父成迷 而谢霆锋兜兜转着 又重回旧爱王妃的怀抱 爱情甜蜜 他事业运也一路高开 张伯芝谢霆锋如今分开也有不短的时间了 但双方也算是和平分手 尽管谢霆锋如今与旧爱王妃破镜重圆 张伯芝也会维持好体面的态度 在孩子们面前也只会说谢霆锋的好话 帮他树立成好爸爸的形象 这也让谢霆锋非常感动 参加访单节目被问到张伯芝的时候 谢霆锋还忍不住夸了一把张伯芝 不得不说张伯芝确实是个非常大度的女人 在公众面前提到谢霆锋的时候也依然非常体面 离婚后的张伯芝独自带领着孩子 仿佛将谢霆锋的感情都注入到孩子身上 这么多年来张伯芝一直没有新恋情爆出 很多人都在说张伯芝还是对谢霆锋余情未了 在张伯芝的一次直播中 因为一次首导 却暴露屋内男人的身影 被网友放大 看清后竟然发现是谢霆锋的海报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的故事 明明两个人离婚后早就不相往来 可张伯芝居然还留着谢霆锋的海报 不知道谢霆锋要使知道了还淡定吗 对此 大家希望他们复合吗 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头发的 是确实我有一只 刚刚已经录了两大条 OK OK 你开了 录了两大条片是关于你们的问题的 但因为这里的网路很差 应该10分钟之后就看到了